各位弟兄姐妹晚上平安 我们继续学习基督教要义经讲系列课程 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关于主导文的内容 那么今天我们将学习的是 关于主导文的第六个祈求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基督教要义第三卷 第20章第46节的内容 实际上谈到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这第六个祈求和前面所提到的那种 上帝将他的律法刻在我们心里面的应许 是相呼应的 有关联性的 但是因为在顺服神的时候 总不止息的战争和激烈的冲突 所以我们需要祈求神装备我们 保护我们 使我们能够得胜 那什么意思呢 我们之前学到了这个 愿你的国降丽 愿你的这些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等等 这样我们不是学到了上帝 关于两个应许吗 一个是应许 应许将灵刻在我们心上 我们称之为称义和重生 当然这个重生不是家仁牧师说的 我们新天所说的重生 新生吧 新生 上帝不只是我们获得新生 这个就是新生的概念 将律法刻在心里面 将 这就是圣灵内住 圣灵更新我们 使我们领受心灵 圣灵内住 这是重生的概念 新生的概念 但是现在面临着一个问题 就是不叫我们遇见事 但救我们脱离 凶后 他俩是关联的 之前我们不讲了吗 成圣 这种持续的生活当中 神的国 神的旨意 神的名字 具体实践 活出神的旨意的这种生活 功课起身 不断地更新我们的这样的生活 和这个新生是关联的 前面是说到了 这个上帝应许我们 赐个我们新生命 将神的律法刻在我们心上 然后现在是涉及到 这个不叫我们遇见事 就我们脱离凶后 实际上就和我们的生活当中 得胜有关系 所以这两个是同样 关联性的 上帝应许给我们的 不仅应许给我们新生命 而且应许 他生活当中继续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称之为恩上加恩 这个早晨 我们虽然这个查经会 特别陈导会早晨 大家我能够体恤大家 起过来是我的事情 大家不努力 不放在心上 早晨不参加 这是大家的事情 大家自己琢磨琢磨 你委身一个教会 到底什么叫委身一个教会 就这么任意 往为的这样过信仰生活 然后就自己是学生 自己是打工的 然后自己起不来 就理所当然的 现在都有手机 都有闹铃 为什么起不来 就心思不在那 然后自己还觉得自己 这个好像在神的面前 挺忠心挺诚实的 连这么点的信仰时间都没有 早晨我们现在讲的也是这个问题 恩上加恩 上帝的道和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这是基督教核心的真理 你去哪个教会都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个问题 给你讲的 现在有人牧者给你们讲 然后结果现在吊铃铛的 早晨就那么几个人参加 同工都不参加 就那么几个人参加 所以到恩上加恩 什么叫做恩上加恩 你们之前的教会 有人给你讲清楚 什么叫恩上加恩吗 现在讲的就是恩上加恩 第一个恩是让我们获得新生 恩上加恩不仅获得新生 而且在生活当中 能够有给我们得胜的这个恩典 这都是关联性的 所以这个祷告我们 虽然主导文我们平时这个 背的拱干烂熟 但是它里面真正教导什么 我们往往不知道 就是迷信式的 机械式的 就那么背 嘴皮子上背背而已 其实里面意思根本不知道 然后伪善的在神的面前那样祷告 实际上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祷告什么 所以我们学习这个主导文是多么重要 现在了解什么是基督教 什么叫做基督教信仰生活 信了那么多年都不知道自己信什么 然后自己挺一副很那个挺这个自信的样子 挺喜乐的样子 好像自己信的挺好的 连信仰是什么 内容是什么都不知道 不听道不学习 你怎么能够信好 就凭自己的感情嘛 然后跟着感觉走 然后随着自己的喜欢 按照自己的习惯 按照自己能做的 我能做到多少 我尽力了 这就是我的中心了 其实离神的道差远了 不学神的道 我们怎么知道神的要求 对不对 所以最恐怖的就是那些自称为基督徒 却不听道的人 然后喜欢跑去那些娱乐性的教会去 什么所谓的去学习 学什么这个 学信仰 能学什么东西 连道都讲不明白 听不明白的 然后就学一些基督教的皮毛 看见大家这种信仰生活 真的是怀疑大家到底信的是什么 大家信的上帝和我信的上帝是一样的吗 大家到底为什么信 出于什么动机 过着这样的生活 什么意思呢 在这里面 难道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胸和前面神 应许我们的这个应许是关联的 入门 得心生命 和持续走信仰的道路 过得胜的生活 这和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 愿你的国将领 愿你的愿人都尊 你的命为圣事 息息相关的 对不对 一个人如果不得胜试探 不在征战当中得胜 他怎么叫做顺从啊 天天做奴隶 他怎么叫顺从神呢 这里面加尔文牧师也谈到这个 我们在顺服神的时候 什么叫顺服神 求神的旨意吗 愿你的旨意 什么叫顺服啊 愿你的名吗 你的国吗 你的国统治吗 让神的统治在我身上 让神的名字在我身上尊荣 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 这个成就不只是被动的砸在我身上 我因着明白神的旨意 神的灵在我心里 我愿意作为他的儿女顺服他 这个要想成就的时候 必须得面对这个 不叫我遇见试探 救我脱离凶恶 如果这个实践不了的话 这个前面都是空话 知道要顺从 但是没有实际 对不对 但是在我们愿意求神的旨意 神的名 神的国的时候 有一个问题 就是必然会有不止息的征战 激烈的冲突 这个大家都亲自经历到了 对不对 连礼拜本身来主日本身过信仰 生活奉献为什么有挣扎 礼拜为什么老迟到 礼拜天来聚会为什么有问题等等 各样信仰本分 信仰就是顺从神都是点点滴滴积累下来的 没有一个人突然一下变成超级基督徒 圣徒了 伟大的这个圣徒 都是每一点的作佛人 每一点的攻克基人 每一点顺服 所以不窒息的征战 我们在实践一点上 就要面临很多的这个挣扎 对不对 不做任何挣扎 交枪的那样的人 做奴仆的人 做撒旦的奴隶的人 他怎么贪上侍奉神 顺从神呢 所以一个神的儿女 要顺从神的时候 必然遇到这些激烈的攻击 问题是我们如何得胜 对不对 不得胜的话 神的旨意 神的名 神的国是不可能 神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 神的名在我身上得到尊荣 神的王权在我身上掌权 不得胜的话 在我身上掌权的可能更多是撒旦 顺从撒旦嘛 做撒旦的奴隶嘛 顺从罪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很关键 所以呢我们要祈求神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兄 这个祈求神 装备我们 武装我们 然后保护我们 装备我们 保护我们 好使我们能够得胜 所以这个装备我们 这里就提醒我们 不仅需要圣灵的恩典 在我们心里 转化我们的心 扳转我们 引导我们的心顺服神 这个就是重生的工作 在我们心里面 转化我们 是我们刚硬的心 石头心变成肉心吗 翻转我们 使我们悔改吗 奔向罪恶 远离神 开始转向神 顺服神 引导我们 这都是改变我们 软化我们 使我们回转 然后继续追随神的引导等等 顺服神 这是圣灵的恩典 在我们心里面做工 使我们回转归向祂 不仅如此 还需要祂的帮助 不仅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 还需要圣灵帮助我们 所以前面如果是说是这个 新生 归正的工作 那这个呢 是在成圣上 的工作 持续的 继续走顺从的生活的话 继续的顺服生活的话 必须需要圣灵的帮助 既靠圣灵 前面这个是入门 就要靠着圣灵去什么 成全是吧 既靠圣灵入门 既靠圣灵得生 就要靠圣灵得活 既靠圣灵入门 就要靠圣灵成全 所以这两个 用加尔文这个神学里面的概念 就是称习 称义 然后和成圣 这是联系在一起的 都需要神的恩典 圣灵的恩典 圣灵的帮助 免得我们被撒旦一切的轨迹 猛烈的攻击 所制服 我们就被他胜过 我们就成为奴隶 所以这个顺服就 就无法顺从 这是作为 这个祷告的一开始的序言 装备我们很重要 装备我们想到了什么 一副所说六章 对不对 全副武装 救恩的头盔 我们对救恩有多少理解 我们的思想当中 公义的互心境 你对救恩之义 基督的义有多少理解 这个义不理解的话 这个义就保护不了你的心 信德的腾牌 信心是 我们说的这个认识神的知识为基础 你对神的话有多少了解 认识 当然信心不管是了解 但是没有神的话就不可能有信心 信心不是建立的我的感觉 我认为 我觉得 信心是对神话语的阿门 顺从和接受 认可 赞同 委身 对不对 要有神的话 然后福音的血 救恩的剑 你发现这个都跟神的话 道有关系 离开神的道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基督教 只有基督教的皮毛而已 活动 形式而已 所以教会的本质在于那些听了神的道 领受神的道 真教会的本质 我们说神的话语正确被宣讲 而且是被接纳的地方 被接纳的这个地方才有教会 然后圣礼只不过是基于这个真理的一种记号 一种标志 所以这个圣礼虽然重要 但是它也是基于道 所以更本质的是道 教会的纪律是维护 有人如果不听道 违背神的道 或者有人吸毒圣礼 破坏圣礼等等 这个教会的惩戒是为了维持这两个 得以保全财加上的第三点 加尔文牧师讲到这两点 这两点其实按本质来说就是道 对不对 一个是宣讲的道 一个是可视的道 一个是听 一个是看 但是这两个都需要以信心去领受的 所以弟兄姊妹装备我们很重要 你不装备就赤裸裸的上战场 只能是被撒旦掳掠 没有神的话 用什么去抵挡撒旦呢 魔鬼的诡计都分辨不出来 没有神的话 头盔救恩的知识也没有 公义的护心境也没有 信德的层牌也没有 更没有进攻的这个剑 是吧 剑就是神的道 圣灵的剑 然后保护 所以我们要祈求神装备我们 要学习神的话 默想神的话 保护我们 在信心里依靠神 让神特别看顾我们 你管心里依靠神 然后结果不学神的话 那种信是盲信 那种迷信 那种异教徒都有的这种对神明的依靠 欺负的那种信 那个不是基督教本质 关键是你信什么 信什么 信的内容什么 信的对象什么 所以基督教一定要持续一生去学习神的话 什么时候离开神的话 而且信心得以维持 也是继续持续的道 持续的话 你以前背了一节经文 你知道了 任何一个知识 连孔子都知道 世俗的知识温故而执行 那有些知识你要不断的重复 你才能够加深印象 更深刻的去理解 一旦虽然背过了 过了时间就淡化了 那神的话更这样 你信心 你说我刚信来教会的时候 已经受过洗礼的教育了 那些基本的什么信耶稣得永生 什么是信心 什么十一奉献 主日礼拜 尽各样的义务 我曾经知道了 考试合格了 但是你发现过几年 你就忘了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 用神的大道 同一个内容 甚至不同的深度 不同的角度 多次多方的去 不断的去提醒我们 我们就像这个生豆芽 我是北方人 北方有这个生豆芽 我不知道南方什么苏州 或者是福建生不生豆芽 北方是生豆芽 以前困难是没什么吃的 冬天生豆芽 时间久了 现在市场上都有专门做的 虽然不太好吃 但是大家都是以前 都生豆芽 生豆芽一开始浇的时候 每一天往里浇水 对不对 浇了漏掉的很多 因为用那种布包着黄豆 或者绿豆 倒了一瓢水的话 或者是倒一升 200毫升的水的话 你发现漏掉了 200毫升 199.9毫升的水 似乎都漏掉 漏到下面的容器里了 你反复搅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 你发现豆芽 因为被水分泡吸收 总有一些水分被吸收 渐渐的豆芽开始发芽 因为豆芽里有生命 我们就像那个豆芽一样 信心就一样 不断的重复 甚至一样的倒要重复 不重复的话 就是一个干巴巴的豆芽 没有水分的话 不可能生长 虽然里面有潜在的生命 对不对 所以需要装备 所以我们要不可停止聚会 所以不要以为自己知道什么 最恐怖的基督徒就是 我老基督徒 我听到听得多 甚至我是戴小族的组长 甚至我什么教导别人的 就自以为自己好像知道很多 然后就不学习神的话 听到的时候 这个我都听过了 心里就骄傲 然后不留意听 其实听到是教育 知道是一方面 还有重要的 为什么宣讲呢 宣讲是上帝 借着人格性的宣讲的时候 每次宣讲赐给我们新的恩典 内容可能不变 这种什么 我们学一般的这种考试的时候 某一个科目我修过了 考过了 考过就OK了 就丢到那不管了 因为我们中国也好 韩国也好 基本应试教育 根本不考虑 我真正领悟没有 得到没有 反正考试过了 我就OK 撇到那了 所以对真理本身 我们养成了一种 蒙混过关 考试过就过的这种 错误的 懒惰的习惯 信仰也变成这样了 我知道了 然后我就不用学了 这个我都听过了 为什么总讲 好像听这个时事新闻一样 每一天总喜欢听新的 不是呢 很多东西已经老生常谈了 但是我们去重复的宣讲 为什么 我们的心灵 有一种健忘 有一种淡化 有一些同样的真理 曾经感动我 持见的真理 过一段时间 我就淡化又忘了 又不顺从了 所以上帝要重新 接着这样重复 甚至不同形式的 用这个话再敲醒我 让我去顺从 神的话是让我明白 顺从是重要 知道不是重要的 说是知道是最基本的 但是不要只是停留在知道 我都知道 知道不等于得着 顺从是重要的 有了我的话去遵守 这是主耶稣教导 是爱我的 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 大家一定要知道 武装很重要 为什么教会比起活动 各种教育重要呢 幕后的人呢 人就像保罗所说的 人心越来越虚妄 人爱艳乐不爱神 人喜欢一些虚妄的 增添好多师父 好像可目真理 实际他们就是喜欢这个 满足耳朵的痒 耳痒 耳朵发痒 喜欢听是新鲜的 第二 再就是人们越来越 无趣嘛 所以人们除了酒 娱乐之外 其实来教会也是渴望获得娱乐 我的意思不是说教会不需要娱乐 但是渐渐的教会发现 人们的需求的时候 就开始做这个聪明的商人 就开始满足这种客户的需要 就开始安排活动越来越多 娱乐越来越多 教会的本质教导真理的事情 越来越大 结果信主二十年三十年 懂教会的活动 懂教会的这种传统习惯 但是真理上无知 又婴孩 没有深度 始终是喝奶 始终在哄着抱着捧着 所以基督教就沦为一个肤浅的 一个娱乐型的宗教 那种高贵的本质 没了 这些信的人也越来越变得愚蠢 信的人也看不出 他们有什么卓越的地方 因为他们总喜欢娱乐 满足自己低层 我不是说娱乐不重要 我们也经常搞娱乐 对不对 文化活动 虽然现在不太多了 但是我们以前一直也了解我的人都知道 我在注重这种均衡 压力大 需要 但是如果总喜欢在活动上打起精神 学习上打盹的话 那我们已经有病了 我们被这个时代的这种潮流蒙蔽了 结果不装备赤裸裸的 每一天赤身露体的 可能你身上穿着什么阿迪 什么耐克 什么香奈儿 这个什么巴布瑞等等 那些名牌 什么喷着名牌的香水 抹着高级的化妆品 扎着背的好的包包 男的也好 女的也好 穿着好的鞋 好的服装 虽然不是什么世界高级品牌 但是我们鼠邻里面赤身露体 这何等的悲催 要装备 不装备我们就等于 这个新兵弹子 连这个训练都没训练 枪都不拿 什么装备都不带 就冲上战场 挨枪子 被掳 被杀是必然的 所以一方面是求神武装我们 装备我们 另一方面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 这是很重要的 带神施恩给我们 软化我们 使我们回转归向他 这样的恩典的基础上 我们还需要神的帮助 一方面求他武装我们 武装我们 另一方面要求他保护我们 这样我们才能在 这种激烈的战斗当中 面临撒旦一切的轨迹 狡猾的轨迹 不知不觉就被他欺骗 还有凶猛的耕迹 在各种困苦患难面前才能得胜 所以真的看大家真的着急 一方面同情大家 觉得大家各种生活困难压力大 另一方面看大家信仰上打不起经日 真的很痛苦很难受 希望大家能够一同在信仰上 拿起精神来追求 虽然牧师有的时候经常骂大家 责备大家 让大家感到痛苦 然后我们就会可能感觉到 有点这个 这个气氛有点怪 但是 总比大家在 无知当中 没有意识到危机当中 欢欢喜喜的 做 努力抢 虽然现在可能某种程度不自由 但是有人在敲你 提醒你 你可能感觉痛苦 有一天 你去了某个教会 或者你们某个地方 那是挺舒服 没人敲你了 你以为你挺好 然后你每天也过得很开心 不如在咱们这儿的痛苦 当然比咱 好像比咱在咱们这儿开心 大家住的都好 和平相处 大家都好像很亲切 但是可悲的是 没有人吹号 没有人提醒你 只指出你自己 现在真实的问题 大家都在那 所谓的平安了平安的光景当中 面临着上帝的愤怒 这种事情不是什么新事 在先知时代就有了 在耶稣时代也有 在使徒时代也有 在历史上也有 但是今天的教会也有 问题是 今天能够不怕得罪人 一方面要明白神的心 明白神的道 明白教会的光景 又能够正直的 真诚的去警告别人 吹号的人 少了 所以盼望大家能够警醒 我希望大家开心 但是希望大家是真正的 因着信仰里面 获得真自由的那个开心 而不是那种愚蠢的 在罪恶当中 在奴隶当中 在那种上帝的担忧当中 然后自己去傻呵呵的 在那乐 寻求开心 其实大家也不可能真正开心 因为一个重生的人 活在那种失败的当中 那灵里面一定会有 圣灵的叹息 良心里面一定有不安 所以为什么我信了主 这么辛苦 不是因为牧师讲道太辛苦 是因为我常常在 被私欲和撒旦的压制里面 没有得到自由才辛苦 所以怎么办 如何突破 恢复你礼拜的那个纯粹的心 祷告会的时候 积极地参加 自己祷告祷告 可能没什么祷告 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 一起迫切地祷告 这是上帝给我们 帮助我们的一些基本的方法 但是我们却远离 那你是超级基督徒啊 上帝给我们一些 我们需要帮助我们的 蒙恩的手段 结果我们却拒绝上帝的方法 我自己就可以过好信仰生活 不是这样 所以撒旦撂倒我们 给我们下半角 让我们做他奴隶的一个 最关键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很简单 远离神 远离教会 远离神的话 让我对教会 对信仰 对真正的属灵的香蕉 对真正的神的话 丧失兴趣 然后这样的时候 其实他不需要诱惑你什么 你自己就爬不起来 撒旦的火箭和攻击 所以技巧也不知道 自然就当他作为奴隶了 不需要跟你征战 只要让你远离这些 就自然而然我们成为他的奴隶 更何况我们肉体里面 那个败坏的本性 跟撒旦是亲戚 更亲切 更熟悉 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我们的旧的本性 如果没有神的恩典 持续的护辟的话 自然会跟撒旦勾搭在一起 这个犯罪 活在各种罪恶当中 所以弟兄姐妹 信仰一定要努力 在神的面前 天悲的不是功劳的 寻求神的恩典 努力的寻求神的话 努力的寻求神的恩典 努力的在神的面前悔改 求主帮助我们 你要知道自己的光景是什么样 发现自己软弱 花更多的时间 在神的面前反省自己 在神的面前祷告叹息 不要因着软弱 就匆匆忙忙的 用其他的事情分散自己 弱化自己内心当中 因着软弱的那个痛苦 用别的东西代替 哎呀心里不舒服 去逛逛市场 心里不舒服 抓个视频 心里不舒服 然后吃点好吃的 见个朋友 就淡化 稀释他 心里面沮丧忧伤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 圣灵提醒我们 带着这种痛苦 来到神的面前 自卑 寻求他的帮助 所以 面对这个试探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是跟我们实际生活 非常息息相关的 太重要了 所以 关于允言这个部分 我就讲的多了一点 希望大家能够 打起精神来 第二 这里面提到了 很多这个试探的样式 其实撒旦试探我们 或者说我们遇到试探 它有很多的 不同的样式 最根本的是什么呢 使我们产生这种 败坏的意念 以至于让我们去 违背神的话 违背律法 这就是试探 但是让我们产生 这种败坏的想法 让我们去违背律法的 方法有很多 第一个是我们自己的情欲发动 我们里面 自己里面产生各种邪情私欲 各种私欲 雅各书里面说的 我们受诱惑 受试探 乃是被自己的私欲 迁移诱惑 这个不愿别人 是我们里面 有私欲产生 第二个 就是外在的 魔鬼的激动 魔鬼勾引我们 诱惑我们 这种各种方法和手段 所以这是用败坏的思想 让我们产生邪恶的想法 以至去违背神的律法的 这种试探 还有一些事情 这种败坏的意念是很明显 这种意念是违背神的话 这种是恶的吗 这是很容易分辨的 从某种程度很容易分辨 属灵不警醒的时候 就自然而然的顺着了 但是至少这是可以 有明显的是坏的事情 还有一些事情 这个事情本身 无关善恶的 是中性的 但是由于魔鬼的诡计 导致我们用这些事情 诱惑我们远离神 注意 无关善恶的 比如说运动 运动本来是好 运动本来是好 好的事情 现在人缺乏运动 虽然韩国是运动很多 中国人现在开始 也注重运动了 那运动本身是好事 但是让我们沉迷于运动 除了运动 天天不知道干什么 别的了 每一天想着就是运动 还有一些人锻炼肌肉的 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视觉 和肌肉的那种欲望 结果甚至打针 吃药 那个肌肉就像养的肉牛 新西兰养的那些肉牛 有些女生也那样 那不是批出来的视频 是真的 但是绝对不是炼出来的 是炼加上药物 因为什么 它已经中毒了 那种中毒 容忍不了自己的肌肉 太普通 它越来越 自己欣赏 那个标准 越来越严重 以前我年轻的时候 没有出对下 没有结婚的时候 我就观察女生 为什么发现 随着年龄增重 这个姐妹没有那个 我没有对女生 这个这个 轻视的意思 咱就说这个事情 如果说的不对 请原谅 就是为什么女生 随着年龄增重 装越来越艳 其实某种心理 一开始不化妆 自己觉得可以 但是有一天 发现自己不好的时候 就试图盖住它 这个本身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该来该去 随着自己审美的标准 越来越高 越来越不满足 所以这个越来越 就是 硬 对不对 像我们用手机似的 以前有个什么 六十万 一百二十万 一千万就很高 现在三千万都觉得 好像像素不够一样 那种审美的标准 要求越来越高 以至于自己成为 这样的 很多这样的事情 所以原本很好的事情 吃东西 休闲 本来是好的 但是本来是见朋友 人都有人情 谁不有个人情交往 对不对 很好的 但是那个东西成为 中毒性 成为不自由 吃 有些人欲望 没有办法控制 比如说 我曾经对我们教会 一个弟兄 多次提 后来发现 他不能理解 我就不说了 其实我们 我们这个年代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父母教育我们吃饭的礼仪 虽然小的时候 我们也不高兴 什么做直了等等 老人先吃 那些儒教的一些说法 虽然一些是糟博 但是也是一些好的事情 礼仪 然后我们吃的时候 要注意 长者先吃 或者吃东西的 不能自己头扎在 那个盘子里 自己喜欢的 就端在自己面前 哗哗哗一顿巴 然后别人 就傻眼的 那么看着 吃东西 总要讲究礼仪 这个不是伪善 这是人的素养的问题 没有素养 这么遵守 可能是只是 纯粹一事 伪善 但是重点是 让我们有一种素养 去注意到 这些关系 我这种吃 会不会 我喜欢吃的 其实别人也吃 我都吃完了 别人吃不了了 这都是很多考虑的问题 结果我因为喜欢吃 结果哇哇哇一顿燥 这个就已经成为不自由了 很多的东西 原本吃不是什么坏事 补添我们的能量 但是后来圣经里面提到 很多人他们是 他们的神是自己的肚腐 为什么 欲望太多了 他们只是追求满足自己的肚腐 所以亚当其实某种程度 虽然不能单纯是为了吃 但是毕竟他堕落也是因为吃 如果我们虽然不能说 那个性质只是因为食欲的问题 但是他却在吃的身上跌倒了 神不让他吃 他却吃了 为什么 吃的那种欲望 虽然背后有很多复杂的动机 但吃的那种欲望 已经战胜了他对神的顺从 这种事情不是什么新鲜事 在旧约圣经记载的历史里面 很多重复出现 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面 也是因为吃的事情犯罪 不是什么大事 被盗的事情 吃的事情上约束不止 甚至我们看到以前老人 谈到说你要教人的时候 和他吃饭的时候注意 这个人吃饭的时候 很容易表现出自己的人格 吃不管是习惯和礼仪的问题 是这个人人品的问题 所以找对象的时候 请他去吃饭 跟父母吃饭的时候 这个年轻人如果在父母面前 有的时候是故意装 有的时候不自然的露出一些东西 老人就是这个孩子不行 那不管是概念礼貌的问题 这个人品就不行 肯定很自私 广知道闷着头吃自己的东西 根本没有礼貌 这不只是礼貌 是人品的问题 所以老人有一些看法是对的 包括唐从容牧师曾经也说过 就是别人请他吃饭的时候 他那个人最后就跟他说了 我见过很多传道人 但是你是我值得最尊重的 为什么 吃饭的那个节制和礼仪 再喜欢的东西也不能失态 人如果在肉体食欲上控制不了 我们不是己欲 但是如果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的话 这个人其实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跟某个弟兄谈 每次教会有别人 我们拿来好吃的 他自己先把好东西都挑出来 一顿灶吃完了 长挺大个子 不考虑别人 现在的孩子独生子女 我倒能理解 父母可能也疼孩子 就一味的宠嘛 也不教导那些礼仪 所以没概念 但是已经长到大学毕业 读硕士的人 如今还这个德性的话 以后下社会 他的人品一定好不了 这种人自私到一定程度 只想着自己的喜欢 他不考虑别的 在吃的事情上 这种基本的小的欲望上 在大的事情上也一样 你发现他跟夫妻的关系 跟别人出事 根本那种本能的东西 偶尔可能为了追求你的什么利益的时候 他可能会节制 因为有利益的缘故 但是一旦放松 他的人品原型毕露 他一定照着他吃饭的那种做事方法 还是满足自己的思维 所以这个吃饭 吃东西不是简单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留意原本很多 不是善恶的东西 有的时候我们就成为魔鬼利用我们的奴隶 运动 现在很多运动 休闲等等 甚至饮食 甚至穿衣服等等 原本本来正常的 适当的 在这个中道的 不要过度的 对不对 我的经济实力 我的条件 适当的去化妆 穿衣服 调理自己的饮食等等 这个都是好的 但是因着欲望的人过度的话 这个就已经被魔鬼诡计了 所以有很多是邪恶的意念和撒旦激动 但是有的时候撒旦更诡诈的利用一些 无非善恶的事情 就像有些基督徒谈到抽烟的问题 从某种程度 其实基督徒抽不抽烟 严格来说无所谓的事情 但是那个烟如果成为你的主 那个烟如果你不抽就受不了 这个已经不自由了 已经被他挟制了 更何况抽烟 对自己对别人也有害等等 是不是 所以很多东西原本自由可以做的 但是当我不自由的时候 这是魔鬼借着我们的私欲 引诱我们远离神 常常借着这些事情 看似正常的事情 我朋友来了 我礼拜天我当然要见朋友 为什么叫做当然要见朋友 你是基督徒 敬拜神 侍奉神是你第一最大的责任和本分 朋友 连朋友当然这种人情 我们是重视的 但是礼拜天 我把商机丢到一边 我去见朋友的话 那上帝可能不入你的朋友之间的感情帖 对不对 你心目当中可能就是那么回事 但是这种做法本身就不正常 作为一个基督徒先被谈你的信心的程度的问题 所以魔鬼引诱我们很多礼上往来正常人的本分 有的时候使我们违背神的旨意的时候 也是最好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 然后再也就是 有的时候呢 试探是在顺境和逆境当中也会发生 在顺境当中发生的时候 富足的时候 赚钱多的时候 有的人就远离神了 败坏了 穷的时候 这个两口子过得很好 富的时候就找小三了 垃圾了 我们中国人不是说了吗 这个 这个 饱足的时候就私淫欲嘛 对不对 条件好了就开始 心就开始 欲望也开始多了 然后 遇到 获得权势的时候 尊荣的时候 获得辉煌的时候 然后外带美好的事情 就使我们眼花缭乱 人就容易被欺哄 然后陷在网络里面 大卫也是 在不需要他亲自征战的时候 已经国家基本稳定到一定程度了 是不是 将军们去亲自打 去打仗 他不需要亲自打仗了 所以他不需要警醒 高度警醒了 所以睡到日落西下了 对不对 下午三天左右 灵力里面也不警醒了 看见女人结果就堕落了 在安稳的时候 成功的时候 最容易跌倒 那种甜蜜的唐义爆弹 使我忘记神 患难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亲密的依靠神 因为不抓住神 我就这个环境越过不去 像大卫扫楼追杀的时候 儿子背叛的时候 那时候多么惊醒了 发出了多么优美的 那诗篇里面的那些忏悔诗 祷告诗 信靠诗 称颂的诗 那种灵性 那种亲密神 离开神就活不了的那种 那种告白状态 一旦安稳的时候 也不需要奋力的求告神了 远离神 这就是人的本性嘛 所以在顺境的时候 反而要小心 我刚信主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做传道人 那个时候 其实老爷被尽前的一些原则 一些书籍 教导我们很多属灵的 宝贵的教训 这些教训 一是圣经有这样的提醒 二是他们经历过 就是当我们成功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当别人称赞你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当事情顺心的时候 一切平安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为什么 我们的本性就是 在这种安逸顺境成功的时候 最容易丧失警觉 容易跌倒 这个一般的原理 社会上 大家也是这么提醒的 不要得意忘嫌 不要事情得事的时候 就癫狂 这是第一种 顺境的时候 容易陷入网络 还有一种 就是在逆境当中 当贫穷的时候 羞辱的时候 藐视的时候 患难的时候 以及其他种种类型之士 在艰难和苦楚 伤害我们的时候 就沮丧失望 日去确信和盼望 至终完全与神疏远 很多基督徒 平安的时候还行 来教会 一有点事 就不见影了 奇怪 正常人是遇到事 更亲近是 有些人遇到事 就再也见不着影 受不了这个逆境 农村的 家里死个鸡 死个猫 死个狗 死个牛 死个猪 受不了 就不信上帝 我信上帝 信了这么努力 怎么上帝不保守我 家里都死了 上班的 这个稍微遇到什么 下岗的辞职的 或者说不顺的 然后就抱怨神 所以顺境的时候 哈利路亚跟着主挺好的 稍微遇到艰难 就离开主 这种吃饼得饱 这种投机主义的基督徒 这种拜偶像式的基督徒 跟着耶稣 只希望繁荣常盛的 这种基督徒 不懂圣经的基督徒 其实仔细读 跟随耶稣 基本上更多的是 比起横通 更多的是患难 至少在今世的时候 等飞黄腾达 那是将来的事情 今世暂时会横通 但是上帝也知道我们 如果持续横通 我们这个人就会败坏了 把地上就当作天国 当作最终的这个目的地了 人就不愿意盼望来世 和上帝最终国的成就 所以上帝有的时候 让我们在试炼当中 保持警醒 但是有的人呢 在患难当中离开 贫穷了 经济受损失了 就软弱了 上帝祝福他健康 没让他花好几万块钱 去看病 上帝保守他 平安的开车 上下班来回 没有被遭遇车祸 损失几千万 几百万的这样的医疗费 他不觉得值赚 但是有一天 突然丢了几百块钱 就抱怨 啊 怎么上帝不保守 我怎么救命 所有的坏事都怨神 所以这种玻璃心的基督徒 这种受不了损失的基督徒 因为他觉得信主 一定要得好处才是 任何因着信主受损失 礼拜天不打矿工 损失的那个加班费 礼拜天因着不去见朋友 遭受的那个被朋友的那种误解和伤害 所有跟利益有关的都是血着尖的脑袋 最聪明 最懂得筹算 最懂得警醒 起最早 都冲在最前 这是现代基督徒的可怜的光景 所有关于自己肉体利益的最聪明 所有的智慧 那个大脑细胞都开发到50%以上了 然后最勤劳 起早爬半夜的 最健康 冲在最浅 最有精神 绝不大得不睡觉 然后涉及到信仰的事情 最邋遢 最默契 最迟钝 最愚蠢 装糊涂 最不关心 你不病态吗 这到底是不是信基督的 那怀疑现在基督徒为什么这样 你仔细观察他们的信仰生活 按照这种标志的话 严格来说这不是信仰 拜偶像的是这样 因为拜偶像的人最终追求的是利益 对于自己好处的事情永远不会错过 永远是投机主义 但是如果信仰是这样的话 一定是信仰有问题 要么就是我们曾经的教会 没有把真实的信仰告诉给我们 要么就是我们自己太爱自己了 被自己的肉体的欲望已经统治了 上帝不是他的主 他自己是他的主 要么就是这个人就是死人 根本就没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 所以他没有办法克服肉体的这种欲望 没有心意没有被更新 所以他也不会照着一个正常基督徒 有的心智去考虑问题 所有的判断抉择都像天然人一样 自私的那种判断 任何抉择 自己利益受损失的都不干 所以有朋友来了 礼拜天就不来了 有赚钱的礼拜天就不来了 我说的这个是所有抗力的 有些不可抗力的没有办法 但是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 所以顺境的时候有让我们落入势态 我们中国古话有个叫富贵不能赢 卑贱不能取是吧 富贵的时候不腐败 然后这个困难的时候也不会出问题 所以保罗说出卑贱出丰富 这两个都要学会 但是问题是有的时候我们试探在成功的时候 顺境的时候会来 在逆境的时候也会来 所以我们要特别留意试探的这种多种形式 然后什么叫做预见试探 不叫我们预见试探 什么叫做预见试探呢 当这两样的试探 顺境和逆境 我们里面的私欲和撒旦的激动 来攻击我们的时候 我们祈求天父不要认我们失败 被我们的情欲所战胜 被撒旦的诡计所战胜 而是用他的手扶持我们 不叫我们预见试探 不叫我们预见试探 这个预见试探是意思什么呢 是求主用手保守我们 让我们能够依靠他的大能站立的住 以抵挡这种凶恶仇敌的一切攻击 不管是敌人如何攻击我们的心思 刚才我们说了邪恶的意念 然后我们祈求神 不论我们处在何种情况当中 顺境逆境 最终都能够获益 经过这种试炼或者试探 从中获益 也就是说不依心圣而自满骄傲 富贵不能赢 不因困苦患难而丧胆 沮丧灰心远离神 抱怨神埋怨神 这个很重要 何谓遇见试探 遇到顺境的时候就自满了 骄傲癫狂了 想起某个人了 然后遇到患难的时候就沮丧灰心 抱怨上帝 所以求神 然后我们求神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什么叫做求神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呢 然而我们并不恳求完全免除试探 求神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的意思不是说 把所有的试探都消灭掉 马蒂路德说了一句有名的话 我们无法阻止飞鸟从我们头顶飞过 空中是吧 高空上什么这个小的飞低的这个麻雀 飞高一点的银 还有一些鸟不是在这个云上飞吗 不是云上 接近云层那样的飞 飞得更高 每个鸟都飞得不一样 没有办法拦阻它们在我们头上飞过 但是我们不能允许鸟在我们头上垒窝 站在我们头上变变已经是问题了 站在头上不动 当然我们去看海欧啊 看鸽子啊 无所谓啊 那玩嘛 他这个意思说撒旦可能会飞来飞去来攻击我们 但是不能允许撒旦在我们头上垒窝 住在我们头上定居 试探就像飞鸟来回飞 这个是禁止不了的 它存在 我们里面有欲望 偶尔产生邪恶的欲望 试探 看见 因看见某件事情产生欲望的时候会有 或者心里面莫名其妙就产生欲望也有 有的时候会撒旦会攻击 借着美好的事情诱惑我们也好 借着患难击垮我们的时候也好 这种事情是避免不了的 这些事情会存在 必然存在 无法清除 但是我们不能 陷入试探 落入试探 所以这里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不是把魔鬼关起来 不再勾引我们 把我们的心思里面邪恶的意念完全 这个我们里面本性里面所有产生恶的东西都清场 活在真空里面 不是这个意思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是不叫我们陷入落入 当试探来的时候不顺从 不中他的招 不顺着试探去行 遇到患难的时候坚韧不抱怨神不怀疑神不失去盼望不沮丧 遇到成功荣誉富足横通的时候不骄傲不癫狂不腐败不放荡 因为我们需要试探激励鼓舞促进我们不然我们就可能变得过于懒惰这就是试探的极其正面的功用啊 当然这里面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重点不是说把所有的试探都消除 所以在这里面也提到了这个试探的积极的方面 试探可以避免我们变得懒惰懒散 也就是说我们本性就这样 我自己也体会这样 圣经里面也这样 我们讲到大卫啊 所有属灵的人物平安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 教会平安的时候最危险 有人说主啊盼望我们中国合法化 合法化其实教会也是腐败的开始啊 改革开放之后 邓小平开放了之后 加入WTO之后 经济进来了 然后相对宗教某种程度自由了 教会也复了 然后开始就不腐败了 以前那种热切祷告少了 开始建大教堂的多了 开始请那些烂七八糟的名人讲道的人多了 请一些什么成功啊 什么处事哲学啊 什么讲一些什么心灵鸡汤啊 什么心内心一致啊 什么企业管理啊 在西方破坏教会的那些有名的讲师 那些有有钱的教会 所谓我们觉得应该请一些名讲人 然后没有品质 但是都是一些垃圾 基督教垃圾式的那样的内容 他们觉得宝贵 为什么流行嘛 结果那些东西先请起来 你发现那些到韩国来求经的人 到美国去求经的人 你去看他们拜访哪个教会 就知道他们心里面要什么 去什么祷告山 去抓着树去晃 因为赵荣基那个复兴嘛 然后就去学什么宣告 然后又学什么什么细胞小组 我不是说这种小组聚会不重要 重要 但是那方法 中国人总喜欢实用主义 想迅速的去达成教会的复兴 拜托 很多教会是数量先复兴 这个不能说复兴 数量先涨 后来不得不采取细胞小组 或者等等去应对这种方法 所以中国人总是学习三毛角的那种 三脚猫的那种技巧 韩国教会真正复兴的早期 长老会宣教士们如何扎实的去教导真理 虽然韩国现在也是面临着世俗化的这个过程 但是比中国仍然还是有扎实的基础嘛 虽然中国人 基督徒狂妄自大 总是嘲笑韩国教会 但是我们连他们成功的 那个成熟那个阶段还没有达到 我们根本没有资格去嘲笑别人 所以当这种腐败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开始出现一些方法的时候 我们中国教会过来学 去美国也学 请那些讲员也是 都请一些这个方法论的那些讲员 我不是说方法论不重要 但是比起那个有更本质的 我们缺的不是方法 方法虽然重要 而且还有一些方法是害人的方法 是掺杂混合的一种方法 引进了就等于引狼入室的方法 里面没有严格神学真理基础的 一些错误的方法 背后不是不可能没有哲学的 他采取这种方法 其实已经接受了那个背后 支配这种方法的哲学信仰 结果卖了自己的真理 就为了追求所谓教会的成长 这种教会不腐败才怪的呢 本末倒置 所以患难对我们好 当我们有一些有意识的牧者 学者为中国教会担心的时候 出现了拆教堂 拆十字架 把所有的大型教会解体 变成细胞小组 我们应该哈利路亚才是 我们作为被害者 总有一种被害者心态 某种事逼迫 上帝在历史当中 在以色列百姓历史 在教会历史当中 常常借着不信的人去管教教会 巴比伦掳掠犹太人 你可以说是什么侵略 你可以说是什么逼迫 但是在上帝面前 上帝就是管教的杖 为了竭尽他的百姓 那今天我们如何去看这个问题 不能总从人权这个角度处理 我们要从中 明白神的护理 为什么这样 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没有试炼试探的话 其实原文里面 这个试探和试炼一个单词 有的时候翻译成试探 有的时候翻译试炼 逆境的时候试炼 当然试炼也可能成为试探 撒旦利用这个等等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容易变成懒惰 借着这些可以激励我们 山羊绵羊的比喻可以理解这点 牧者一般会把这个山羊和绵羊混着 山羊少数 绵羊绝大多数 放在一起去牧羊 冬天冷 绵羊都聚在一块 扎堆 晚上睡着睡觉 早晨一起来发现压死好几头 为了避免他们这种巨堆 放几头山羊 就是离条外掘的山羊乱动 这个乱窜 结果搞得这些绵羊不断的跑 以肉质又好 然后又避免这种过度的拥挤 上帝圣经里面提到的山羊 往往是描述撒旦 撒旦的使者 攻击教会的时候 让信徒不至于懈怠 保持灵性的警醒 运动起来 然后也鼓舞我们 敦促我们 免得我们懈怠 所以安逸的时候 人一定会不警醒 这是人的本性 我自己也体会到 在患难当中 我们自然就会更亲近神 但是顺境你发现 你自己奇怪的 就没有那么迫切的寻求神了 这是人的本性 里面有腐败性 有懒惰 所以上帝让经常试探试炼 临到我们 这是保护我们 激励我们 鼓舞我们的一个方法 免得我们变得懒散 大卫求主试炼我 试炼我知道我的心思 这不是没有理由的 求神试炼 主每日试炼他的选民 加给他们羞辱 贫穷 苦难 十字架 也是为了这个缘故 上帝难道不爱他的百姓吗 爱 上帝不知道他百姓受苦吗 知道 这是上帝出于他的怜悯 智慧和爱 真爱 出于最大的利益 真实的利益的考究 所以才允许试炼和痛苦 临到我们 他不会像我们的父母一样 我们的父母不懂得真爱 有的时候过于溺爱 溺爱的孩子 那个孩子已经放肆了 都不懂得管教 在公共场所 大小便乱吵 跑别人那里去打扰别人 父母都不得的孩子 不骂孩子 不管孩子 这就是爱 双引号 溺爱 培养出来的都是些废物 都是些是自私的贪婪的 没有公共意识的 专横的这样的 任性的这样的孩子 没有 父母没有概念 因为八年后 基本上独生子 父母其实也不管 他们也没有什么概念 不是说所有八年后都没有概念 但是一般是那样 又溺爱自己的孩子 结果不管 那种隔代管孩子更是 老人管自己的孙子 外孙儿更疼 疼到一顶程度 连碰骂都不行 父母管 这个姥姥姥爷 爷爷奶奶都不让管 所以孩子就惯的 人那个本性就开始越来越膨胀 所以就变得越来越坏 所以上帝爱我们是管教我们 管教反而体现出他爱 不会任凭我们 顺着这种败坏的本性去放肆 所以为了我们属灵的益处 净化我们 决净我们 有的时候让贫穷 苦难 使得下领导 让我们能够悔改 谦卑 依靠他 寻求他 很多基督徒因为不信 不明白神的旨意 不认识神 为什么 总问些为什么 哪那么多问题 没读圣经啊 还是不信圣经啊 还是你们传道人给你们讲的福音 不是圣经里的福音呢 有什么不可理解的 耶稣说人若不悲 其实在跟从我就不能做 不能也不能做 不是也不能做 不可能做我的门徒 为什么悲实在的舍己嘛 舍己要体现在很多的地方嘛 跟随主要走载路 入载门走载路嘛 这个载路载门就面临着很多损失 患难 误解 羞辱嘛 有什么诧异的 好像遭遇什么 非常的特别的事情 遭遇这些事情是正常 基督徒哪也不遭遇这些事情的 被逼迫了 被患难了 当然作为我们同类人 共同体 我们互相安慰 体恤 为他们祷告 但是我们知道 逼迫是上帝的祝福 远远比平安好 我们承受不起平安 一平安我们就走行变样了 我们承受不了财富 一给我们财富的话 就不知道怎么花了 现在都抠得要命 奉献钱都不奉献 都不懂得按着神的原理管理钱 你想让上帝给你多少财富 明白啥意思吧 看看基督徒 他们喜欢钱 这是人的本性 但是他们有多少 真的按照神的心意去用钱 你就知道 上帝给他更多的物质的祝福 一定让他堕落 为什么 在小的钱财上 他都不懂得正确管理 他的观念上就不正 然后他在约束自己的思域上 他都管理不了 你指望上帝给他巨大财富 不可能 那些真的是这样 小事上不忠心的人 你别指望他在大事上轰轰烈烈 突然表现 超越他平常的那种表现 平时都 这种小事上都不顺服神的人 你别指望他将来有一天 突然做一些训道的事情 这不可能 小的事情上都不顺从神 小的事情上都胜不过自己的欲望 不懂得爱神 去克制自己的欲望 按照神的旨意去管理自己的才干 时间 健康 钱财 欲望 所以上帝给我们使的架势 有的时候是感动我们舍己 有的时候上帝用火锤 锤炼我们 剥夺我们 让我们不得不放弃自己 有很多的环境 其实我们爱自己 保护自己 不愿意被这个 匠人这个 雕销嘛 一块 毛石 匠人为了把它雕出一个 杰作 必须要敲打它嘛 敲打的过程当中 作为石头有感觉的话 肯定会痛 自己原来的样子都被破坏了嘛 锋利的被打圆了 多余的被削掉了 那上帝雕销我们的时候 我们当然会自我保护爱 爱自爱嘛 错误的自爱 不是真正的自爱啊 真正的爱自己是 盼望在神的里面 那个真正的自己健康成长 而不是保护那个自己败坏的自己 自私贪婪的自己 所以当遇到这件事 自我保护会讨厌吗 但是如果我们真是被更新的心意的话 明白神的心意 爱慕自己将来有一天 能够被神拯救成 那个真正完美的神的行星样式 我们必须经过一方面 爱的感化 甘心的舍弃 自己跌在石头上死 跌碎 还有一种是被动的 上帝的石头砸在我们身上 把我们砸碎 一种主动的被爱折服 愿意舍弃 一种是被动的剥夺舍弃 总之我们要经历这样的破碎 才能成长 所以试探是为我们有益处 免得我们懒散 是激励我们 鼓励我们 敦促我们 所以苦难 石头架 试炼 试探是对我们有益的 上帝给我们的 都是为了我们真正的益处 但是从来的 注意这里分开了 从神来的试炼 上帝来的试炼 是为了解禁我们 坚固我们 不是要毁坏我们 所以这里面提到了从神来的试炼 从撒旦来的试探 极其不同 撒旦试探人是为了毁坏我们 消灭我们 迷惑我们 颠覆我们 而神的考验 试炼 是为了他的子民磨炼他们 使他们真挚 磨炼他们的真挚 真诚 忠心 正直 诚实 透过操练 加强他们的力量 好致死 驯服 试炼 他们的肉体 洁净他们的肉体 这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 肉体若不如此 管束 就必无度的放纵 邪淫和夸耀 所以我们需要这种试炼 甚至是试探 常常有刺 扎我们 我们不配受平安 一平安我们就得瑟 就散乱 就败坏 就放纵 所以这种败坏的本性 必须要时常去敲打试炼 这样我们才能够向着完全进步 所以上帝爱我们 就给我们加料 给我们加补习 加课 所以真正爱神的人 明白神的人 真正爱自己 真正爱自己 不是自私的错误的爱自己 真正爱自己的人 虽然痛苦 但是渴望神的试炼 临到自己 渴望神来塑造自己 因为知道自己这种德行 如果不经过这些磨练 自己永远不发 没有办法改变 所以那些爱自己 自我保护的 其实不懂得真正爱自己 都是自私的错误的爱 结果这样的话 始终是信主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仍然停留在幼稚 幼稚园不毕业的那种初级 天天喝奶 听不了什么干粮 讲难了就难 讲重了 没有爱心 都是需要哄着的 这样的婴孩 天天用奶瓶子喂着他们 叼着奶瓶子这样的 这样的化石级的 化石 化石级别的老基督徒 年龄随着老 信主时间老 母胎信仰最恐怖 韩国不叫母胎信仰吗 母胎 不论年龄和时间 关键你现在的状态怎么样 然后求生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 此外撒旦攻击那些没有武装的人 我们刚才讲了 我们求生武装我们 装备我们 但是撒旦攻击那些 这个上着战场 穿着三角裤头 不穿这个不拿兵器 不戴头盔 不戴这个军人都有保护嘛 头盔啊 装备啊 防弹衣啊 弹夹啊 什么重型轻型的武器背着 是吧 各种兵种不一样 带的装备也不一样 结果有一天一个兵 一吹号的时候 因为没有警醒嘛 平时也没有训练嘛 就匆忙的冲出去了 一看就穿着三角裤头 这个上神吃 下神也就穿个三角裤头 军蝎也没穿 什么枪都没有 上战场干嘛 就当肉靶子嘛 也攻击不了敌人 基督徒没有装备 没有准备的人也是这样啊 撒旦就攻击那些可吞吃的人 而神在纯练我们的时候 总是为我们开一条 出路 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 这是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 你们所预见的试探 无分是人能受的 注意这个话是给我们安慰 给那些忍受试探人的安慰 让他们不致灰心 不是给我们放纵的机会 啊神你看 一定保守我们 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 所以意思我天天这个 挡平 然后就可以自然而然的能受 你看上帝就过于能受的 所以我现在这个幼稚园水平 上帝也让我能够受得了 受试探人总给我开一条输入 连任何努力准备挣扎都没有 然后就等着上帝给我开后门 误解这节经文了 是给那些认真过信仰生活的人 让他们不至于灰心 你这个试探上帝总给你开出路 别灰心 再忍耐继续征战 上帝总不给我们过于我们所能受的 总要给我们开出路 让我们能受得住 所以继续忍耐加油 fighting是吧 是这个意思 不是让我们啊 你看总之我不努力 上帝也给我开后门 我就随便学一学 背一背 教授也给我pass 给我恩典成绩 所以学习一塌糊涂 关于学习的事情不说了 就是这个原理 然后何为凶恶呢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这里面什么叫做凶恶呢 简单的说凶恶这个词就是 可以理解成魔鬼 就我们脱离魔鬼的轨迹 或者是救我们脱离罪 都可以 无关紧要 撒旦是那位布下陷阱 谋取我们性命 陷害我们性命的仇敌 而罪是他使用来毁灭我们的武器 所以救我们脱离凶恶 不要让我落树探陷在罪里面 中了魔鬼的轨迹 所以救我脱离魔鬼的网络 或者是救我脱离罪 其实都是一回事 你不犯罪的话 魔鬼也不能来揪着你的脖子 把你拉下地狱 魔鬼诱惑你 你不犯罪的话 这个罪和魔鬼的诱惑 也不能实际的去支配我们 除非我们自己甘心乐意的中招 或者是不知不觉当中 自己在欢喜快乐 以为平安平安的时候 没有警醒的时候 以为我现在状态挺好 你看上帝不管教我 说明我是蒙生喜悦的 我天天喜乐平安 我称之为傻呵呵的乐 傻乐傻乐的 按照上帝的标准 他其实活得很有问题 但是天天就傻乐傻的 唱着赞美诗 好像信心听好 其实他跟神的旨意 毫不相关 但是天天自己平安 真有这样的基督徒 已经活在撒旦的掌控当中 但是却被自己虚假的感觉 自己虚假因着无知 不知道自己问题所在 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所在 意识不到自己的危机 就以为自己还很平安 然后以为自己已经活在恩典当中 然后傻乐傻乐的 以为这种傻乐 因着无知 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属灵光景 不知道为自己灵性忧伤的这种乐 以为是来自神的这种喜悦平安 其实是活在魔鬼的奶瓶子里面 天天在魔鬼的补养里面 顺从各样的私欲 所以他没有挣扎 很平安 也没有意识到危险 所以不忧虑 不焦虑 不为自己的灵性痛苦忧伤 不奋力的抓住神 好像很平安 这种平安是躺在魔鬼怀里面 喝着魔鬼的奶的那种傻乐傻乐 不叫平安 不叫喜乐 是无知而带来的安宁 所以救我们脱离凶恶 这个凶恶是可以两方面 魔鬼和他的轨迹 第二是罪 所以求生保守我们不要陷入罪 求生保守我们不要中了魔鬼的轨迹 是这个意思 关于前面有个小的整理 那什么叫做不叫救我们脱离凶恶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这个祷告到底在讲什么 我们不为任何试探 不被任何试探胜过或制服 而是靠着主的力量站立的稳 挡住那些一切攻击我们的力量 也就是说不因试探而跌倒 换言之 我们既然在神的看过保守下 就不会被罪死亡 地狱之门以及魔鬼 一切的力量得胜 这就是脱离凶恶的意思 我们祷告 求神救我们 不叫我们落入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的意思是 求神保护我们 求神给我们力量 是我们站得住 抵挡住一切仇敌的攻击 不至于陷入那个 在神的保护之下 不至于跌倒 不至于陷入到罪和死亡的里面 是这个意思 所以让我在这种试探试炼当中 得胜的意思 然而我们看到这种祷告 是非常必要的 为什么必要呢 因为我们是软弱的 我们没有力量 能够靠 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天然的力量 天然的智慧 去跟死 撒旦斗 跟魔鬼斗 我们的智慧 虽然被造的时候是智慧 但是天使的智慧 也不容忽视 更何况 我们只活一百来年 前十几年糊涂不知道 后几十年和十几年又老糊涂 我们正常的时候不太多 我们那几十年积载的那些经验 智慧能有多少 但是撒旦魔鬼 他是不死的 他从亚当 堕落开始 到今天 他看了千年人类历史 太了解人了 虽然他不是无所不知 但是他对人类的活动 表现 太了解了 斗智 我们斗不过撒旦 斗力量 更斗不过 人家是灵的存在 超然的存在 虽然他的力量 是在神的限制之下 但是一对一摔跤 我们战胜不了他 我们无力抵抗他的猛力 我们是软弱的 无能的 所以我们需要 神赐给我们力量 需要神的保护 不叫我们遇见事 救我们脱离凶恶 如果我们里面 有胜过试探的力量的话 我们这么求 不是等于 愚弄神吗 我们已经有了在求 不是愚弄神吗 正因为我们 没有所以我们 才真诚的求 所以这个祷告 是告诉我们 我们是软弱的 没有力量的 所以我们有必要去求 单凭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没有办法面对他 所以需要神的保护 那些准备 依靠自己征战的人 丝毫不明白 他们所面对的敌人 是何等 顽强 装备尽量 因此我们 祈求脱离魔鬼的权势 就像 祈求脱离 那只一切 张牙舞爪 要抓我们 撕碎我们的狮子 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山 寻找可吞吃的人 彼得签书五章八解 若不是主大救我们 我们就必要被吞吃 同时我们也知道 当主 当主 在前面 为我们征战 而我们袖手旁观的时候 这个翻译有点问题 我们靠着那在前面为我们征战的主 然后就依靠神才施展大能 不是站在那 神为我们征战 我就躺平 这不是圣经的教导 圣经反而教导我们靠主刚强 靠主征战 装备 拿起兵器 神所赐的全服武装 一挡 征战 所以这个翻译是要命的 这里面给那些躺平的人 懒惰的人 留下了错误的根据 这个翻译是严重的错误 我看一下这个正确的翻译是 十篇六十篇十二节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主如果与我们同在的话 为了我们那个说 默默的我们 安静的我们 这个安静不是指一无所为 全心依靠主的意思 静默 看耶和华为我们行大事 我的心呢 在神的面前如同婴儿 刚当男孩子一样 仰望和耶和华 仰望和耶和华的意思 专心 全心的仰望神那种状态 并不是躺平那种概念 懒惰那种概念 靠着神 就像后面所说的 靠着神 才施展大能 依靠神 不是凭自己的力量 但是是依靠神 绝不是那种精神上 放松和懈怠那种状态 袖手旁观 这个不是什么好词 袖手旁观 翻译太垃圾了 如果有人依靠他自以为拥有 自由意志的力量和智谋 以为拥有我有的力量 自由意志的力量 我的意志的力量和智谋 智慧 我刚才讲了 斗不过撒旦 力量也胜不过他 随他去吧 加尔文说 随他去吧 他这么认为就这么 就认他去吧 对于我来说 对于我们来说 只要单单依靠神的力量 坚强战力就够了 所以那些靠着自己的必然失败 智慧和能力 但是靠着神 全心依靠神的力量 必然当强得胜 所以 救我们脱离试探 不叫我们 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恩 的概念就是这样 靠着上帝的装备和能力 去胜过所有领导我们 上帝允许的 这个试探和试炼 不是躺平 所以这种祷告是何等的重要 我们软弱 我们需要这点 但是这个祷告里面 有包含很多的特性 祈求包裹的内容 要比大看一下更多 就是比有很多内容 因为如果神的灵与我们 注意哈 神的灵与我们 是我们与撒旦征战的力量 神的灵是我们与撒旦征战的力量 那么除非我们被圣灵充满 从而脱离一切肉体的软弱 否则就不能得胜 什么意思 我们单凭肉体软弱 去跟撒旦打仗是没有胜算的 所以我们要靠着 那个与我们同在的圣灵 他充满我们 给我们力量 我们才能够得胜 不是靠着自己的肉体 软弱的肉体 因此我们在祈求脱离罪 和撒旦的时候 同时盼望神的恩典 不断的临到我们 直到完全充满 好让我们胜过一切 所以不要满足于 我已经信主了 我已经得救了 我已经受洗了 我已经有天国的保障了 还要盼望那个 在恩典上 更丰满的恩典 让我生活 活出那种救恩的丰盛 活出那种自由的得胜 盼望神的恩典不断的持续的 每一天活着都需要神的恩典 直到完全充满 好让我们靠着这个充满的恩典 圣圣撒旦 这是又告诉我们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里面 所包含的其他的意思 然后在这里面 加入牧师又指责了那些 迷信者的骄傲 有些人认为祈求不要 不叫我们落入试探 显得这样祷告的话 好像跟上帝的属性不一致 为什么 雅各书里面神不是探人 然而我们又求神救我们脱离试探 好像上帝试探人似的 试炼人 上帝试炼人但不试探人 然后就搞成了 好像上帝做了一件 与自己曾经说的 这个本性不一致的 这种人理解就错了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说了 我们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诱惑 自己错误的想法 或者撒旦的试探 我们才被试探 所以撒旦试探我们 但是上帝却试炼我们 目的方法可能都不一样 因此当我们自己当 为此承受指责 或受责备 我们受试探的时候 是因为我的私欲被试探 不是神试探我 不能抱怨神试探我 对不对 雅各的意思是 只是将由 由于我们自己的情欲 我们私欲而导致的那个邪恶 归咎于神 既虚妄也不公正 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因着自己的私欲而受牵引受诱惑 抱怨给神 神试探我了 雅各已经说了 不可说神试探我们 因为神不试探 也不被人试探 也不试探人 他不抱这种邪恶的目的 要半人搅拌 对不对 他试炼人 是为了坚力 竭尽我们 但是他不会给我们下半子 故意让我们跌倒软弱 那是撒旦的目的 所以上帝不可能 以那种卑鄙的想法 那种邪恶的目的 这是跟他的本性是冲突的 对神不试探人 所以不能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 把自己的责任甩给上帝 说神试探我 这是既不公正的 因为错误的 不公正嘛 没有把应该我们背负的责任 归待自己身 反而甩给神 这不公正 也是虚妄的 是吧 编造出来的 不是事实嘛 然后神使人落入试探的意思 到底是什么呢 尽管如此 当神认为合一的时候 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神仍然把我们交在撒旦的心影 使我们陷入他的诱惑 任凭我们存着斜辟的心 和可耻的欲望 从而按照他公义的 常常也是隐秘的判断 领我们进入试探当中 注意啊 有的时候上帝会允许撒旦试探 神不是试探 允许撒旦在恰当的时候 照着神的判断 照着神的智慧 但是他这样做是公义的 没有什么不义 为什么这样呢 原因是他知道我们 常常无知 但是神却深知道我们 如果我们深信 神常常通过弄瞎一气者的心眼 刚硬他们的心来确切地表明 他要报应邪恶 所以上帝有的时候 允许在选民身上 允许透过撒旦的试探 来试炼我们的话 这是为了洁净我们 就像在约伯身上 神的目的 允许撒旦是目的是好的 但是撒旦的目的是想毁坏 上帝在选民身上 是为了积极的目的 但是在被遗弃的人身上 却是为了让他们的心变得刚硬 让他们的心也被弄瞎了心眼 被撒旦 世界的假神弄瞎了心眼 让他们留在那种听不明 想不通 留在他们应该受的邪恶的报应上 神对他们的审判 让他们最终不悔改 照着他们所行的承受该受的刑罢 所以有一些人 神愿意怜悯他 施恩给他 光照他 让他悔改 有一些人 上帝不施恩给他 反而交由撒旦去攻击 迷惑他们 使他们心刚硬 使他们心眼瞎 听不懂福音 其实有很多不信主的人 他们甚至来过教会 甚至他们亲属也信耶稣 甚至很多人给他们传过福音 他们都知道 但是至终不信 为什么 上帝没给他们恩典 另一方面 给可能允许撒旦 继续蒙蔽他们 使他们不开窍 刚硬 顽梗 心眼瞎了 所以他们听了也不明白 也不可能信 从而严厉地警告人 这样做并非没有理由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 这个祷告是何意的 我们是已经信的人 我们求神 救我们脱离凶 不落入试探 不要落入到那种被撒旦 虽然神在选民上不会做 但是我们信的人应该警醒 上帝不要让我犯任意 往外的罪 因为信的人知道 那种随意犯罪是可怕的 上帝任凭一个人随意犯罪 不管他的话 说明上帝不爱他 不是说上帝觉得他过得很圣洁 上帝看不见他的罪 或者上帝在一直爱他 包容他 不是这样 是不管他 爱的一定会管教 所以求神救我脱离试探 是恐怕自己向那些不信的人 被上帝允许的撒旦 蒙蔽我们的心眼 使我们的心变得刚眼 所以救我脱离 保持惊醒 主啊我知道我软弱 我也知道试探领导我 但是主啊 大救我 不要让我陷入到试探 然后我们今天的内容 就讲到这里了 最后总结 我就不总结了 救我们脱离试探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什么意思 不是说把所有诱惑 试炼都撤除 而是说不要让我们陷入 在成功当中 癫狂 骄傲 散漫 懈怠 不要在患难当中 沮丧灰心 抱怨 不信 让我们靠着圣灵的充满 靠着神的话语的装备 保持时刻警醒 承认自己的软弱 需要神的恩典 没有神的恩典 我们就没有办法 靠着自己的智慧 和软弱的肉体的力量 去战胜 恶魔 撒旦 所以求神的绑壁 兼顾我 保守我 兼力我 帮助我 扶持我 不只是圣灵更新 让我重生得救 成为神的儿女 还要继续生活当中 需要神继续的恩典 兼顾扶持我 让我能够真的透过胜过试探 每一次胜过试探 其实就是在每一次顺服神的 成功的顺服 像试探屈服就是顺从神 所以愿你的旨意成就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真正落实在实处 是在试探当中得圣才 这个祷告才落实到实处 天天祷告 那个调子很高 但每一天生活都那么低 伪善嘛 所以那个信仰是不契合实际的 为了契合实际的实践 那个就在试炼和试探当中 靠主的恩典去顺从 基督在神的这种两种 试炼和试探当中 他都完全顺从了 他都胜过了 所以他体恤我们软弱 他也能成为我们得胜的 体现我们的大祭司嘛 对不对 成为我们的救主嘛 为我们献上完全的赎罪祭嘛 那今天我们面临这两个 我们要时常真诚的祷告 我的软弱 主啊 救我脱 不叫我遇见试探 不要让我陷入试探 更准确的说 救我脱离撒旦的试探和罪恶 不要让我落入到里面 这是一个谦卑 认识自己软弱 又认识到 现在我面临的处境 何等艰难 又承认自己无法面对 所以谦卑的祷告主啊 给我恩典 帮助我 救我 不是逃避 而是战胜这些试探 战胜这些诱惑 这样的明白 这样的原理的基督徒 这样真诚的去祷告的基督徒 你要软弱 那就奇怪了 软弱 是我软弱 我本身就软弱 但是我投靠 依靠神的大能 我面对那个事情可以刚强 不是我刚强 是靠主刚强 胜过 我不被他挟制 不是我的力量 天天寒软弱的人不一定属灵 很多都是找借口 为自己犯罪找借口 我软弱 软弱活该 那是你自己的责任 上帝已经给你恩典 耶稣为你死了 圣灵已经浇灌了 传道人你热心去教导 每次聚会 一般韩国的中国人礼拜 基本上一周就一次聚会 主日礼拜的教会很多 周中没有什么聚会 顶多是小组 见个面聊聊天 我们是安排了周三学习 扎扎实实的 主日讲到不够 所以周三的系统的交易学习 周五又怕我过一步的脑袋 这个冷冰冰的 心冷冰冰的 周五我们祷告 用诗篇的本文激发 我们去依靠神操练祷告 一个人基督徒 如果在祷告上懒惰 不祷告 你怎么说他是基督徒 你说我是基督徒 我不祷告 我在祷告上祷告 那就假的基督徒 或者是说 已经成为撒旦奴隶的基督徒 已经病态的基督徒 或者就是压根死人 没有呼吸的人 所以我们要学习真理 学习真理 我们又知道真理 又没有办法活出来 靠着我自己 所以我们祷告 主啊帮助 这样才能够求你所命令的 你所命令的是你所喜悦的嘛 但是你命令的不是我能做到的 虽然我做不到 但是求主使我做到 这就是一个祷告人应该有的姿态嘛 我们在主日讲道 周三讲道和诗篇的教导 这一套都是相补相成 一个完整的套餐 它不是独自的 随便拼凑在一起的 如果你真的认真按照这样的牧养 程序下来 你说你还软弱 那是上帝让我们学习谦卑 但你这三个都吊铃铛的不参与 你软弱 那是必然的 不好好聚会 不好好听到 不好好祷告的人 礼拜对礼拜本身松松垮垮的人 他能刚强就奇怪了 所以丢子们在这幕后的时代 我们到底是要学习某种基督教文化 世俗的基督教文化 已经摆烂的 已经被扭曲的 模糊的一种文化陶醉在里面 自己开心的 还是认真的研究圣经 学习圣经的真正的教义 大公教会的传承 认真的比较这个信仰来 比对自己 然后承认自己的软弱 又寻求上帝给我们的方法和出路 你看这个多好啊 主导文的解释 已经告诉我们软弱的原因 我们面临的问题 如何战胜的 都告诉我们 我们听了就忘了 不去实践的话 那不软弱才怪的呢 对不对 我们本来就软弱嘛 所以软弱的人才会投靠神嘛 刚强的人不需要投靠神 所以以后不要随便说我软弱 那个软弱不能那么用 我软弱 所以我努力聚会 努力投靠神 祷告 然后我靠主对刚强嘛 软弱正常 但是要投奔神 所以我靠着主刚强 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循环 不能管停留在自己软弱 然后用软弱为自己失败的生活 说服自己合理化 让自己心安理得 去接受自己这种失败的生活 这是不应该的 所以这个祷告短短的一句里面 蕴含了何等重要的 福音的真理 所以求主连灵我们 让我们能够这个世界一起来祷告 我盼望中文部的所有的弟兄姐妹 软弱是我们的本性 但是求上帝也告诉我们 如何靠主刚强 已经提供了资源 也指出了方向和路子 问题是我们怎么 按照神 顺从神的方法 依靠神 靠着主去 真的像这个祷告一样 就我脱离兄 不叫我遇见试探 真正在这些 顺境和逆境当中 能够过一个 靠着主过一个 神所喜悦的生活 所以这个时间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一起来祷告